中国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 关注中国网络自由 这段时间以来 在中国网络和社媒上 有关江苏徐州封县铁链女事件的信息 是中国网络内容审查的一个焦点 3月初 一位曾前往徐州封县声援铁链女的 90后女网友乌依失去了消息 中国网络和社媒上 很多网友关注铁链女 也寻找乌依 直到3月中旬 外界得知 乌依已经被徐州沛县的警方拘捕 并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 被监视居住 以前的网络不宜节目里 一位自由亚洲电台匿名听众 曾为大家介绍他所了解的 中国社媒上有关铁链女的文章和视频 被封的情况 现在中国网络上和社媒上 不仅关注铁链女的声音被压制 寻找乌依 为乌依呼吁的声音也被封禁 下面就请听 我们对这位匿名听众的专访 谈谈中国社媒上 关注乌依的声音被封禁的情况 您好 前去探望铁链女的网友 网名叫乌依的这位女孩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被捕了 她不过其实就是一位 关注铁链女的一位网友 她在微博上的名字叫 我能报起120斤 她另外一个网名叫乌依古城 这是一位女孩 年轻的女孩 90后 尤其是她在第一次被拘押 然后出来之后 她在她的微博上详细分享和记录了 她上一次进去的整个过程 以及在看搜索里面的遭遇 非常勇敢 非常乐观 也充满幽默感 一个90后的小姑娘 让我深感倾佩 当然后来她的这两个微博上号 都分别被晋升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听到她的消息 直到后来 在三月初又听到她再次失联 后来家人确认说她又在这被关押了 对 现在网上社媒上有关乌依的一些文章 也有被404的 像美国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 就注意到 网上被404的有关乌依的帖子 比如说有的网友写的文章 你们尽可以逮捕一个乌依 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正面不行就暗中行动 白天不行就潜入黑夜 就是现在就是在关注体炼女 这个世界的同时 现在关注这个乌依的 也是非常的多 也是一个焦点 是的 只是这样的关注很多 发不出来或者去关注的人 在被骚扰被喝茶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盼望 能够像自由亚洲电台和更多的人 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这个小姑娘 他其实跟铁链鱼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不是亲戚不是朋友 就是亿万网友中的一个 但是他做了我们很多人 心里可能想到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 他和另外一位旅行同伴一起去到封县 试图去探望铁链鱼给他送上一束鲜花 我记得当时他在他的车上 有写下这样的话 说姐姐世界没有抛起你 姐妹们来看你 我觉得这样简短的话 特别特别的触动 打动我们我的心 也打动了很多很多人的心 然后如今他自己也和铁链鱼一样 他在我们的事业中消失了 如果我们也去忘记他的话 那么还会有人再站起来吗 我想此时此刻 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很多很多的人像我一样 还在惦记着他 关注着他 希望能够帮他早日重复自由 通过我们的呐喊 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让他知道 就像我们没有忘记铁链鱼一样 我们也一样没有忘记 为铁链鱼呐喊的乌鱼 这个乌鱼呢 他第一次被捕呢 就是他和另外一位微博用户名字 叫小孟姐姐小全全 他们大概是在2月开车到徐州的丰县 去声援铁链鱼 要到医院去探望他 结果他们没有探望他成功 在医院和警方的这个阻拦下 实际上还被中国的媒体 电视媒体拍下来了 他自己和这位另外这位网友都被捕了 然后大概是在2月18号 他就获释了 又能够在微博上发声了 但这是3月初又被捕 这是第二次再被捕了 在这之后你发现 就是你了解的 你们这公共号上有关乌鱼的声援文章 也有被删的吗 是的 我们是写了不少 然后不断的关注无疑的消息 但是发出来的文章或者是被删了 或者是连整个公众号都被彻底的 就屏蔽掉 已经打开了 那另外还有一些 灵灵醉醉的一些文章 网友们还是不断的在呼吁 包括我们的一些作者 发到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的 文章暂时目前还存活 但是写文章的人被骚扰 被喝茶 至少据我知道的有两位作者 一位还是刚刚生了孩子的 还在孕期的一位年轻的母亲 被两度喝茶 警察到家里去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也是在国内的年轻的90后 再次在他的公众号里 写下了关于无疑的那个文章之后 他也被警察 我不知道是到他家 还是打电话还是怎么样 但是迅速的 3月24号了 这位作者之后就发了另外一篇文章 说对不起 我也要离开了 对不起无疑 我没有办法再为你继续发声了 那具体 这两位被警察喝茶的 写有关乌医的 声援乌医的文章的 都是你直接联系 直接认识的对吧 是我们公众号的作者 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认识他们都已经超过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文章都写得非常的好 第一位呢 非常勇敢年轻的一位母亲 她的老二刚出生的 那在运气中不断地为提炼女 发声 写了大概有十几万字吧 写得非常的好 那她是被警察到了她家里 让她不要写了 她被迫写了保证书 说她不会来传谣啊 不会来写与什么不相符的话 但是与此同时 她写的每一个字 我读下来 她的话都是发自她真心的 没有传谣 也没有说去煽动 没有任何的 去做违反法律法规的事 她写下的 使她作为一名母亲 作为一名关注提炼女的 和无一类似的 她要把她的心里的关切 她的想法 她的对这件事情的愤怒 她要把它都表达出来 我很欣慰看到她目前 还在继续写 只是说 有时候文章很快就没有了 有时候写的时候 可以知道她非常艰难 因为她写出来的话 她也不希望给家里带来麻烦 但是当时蛮感动的是 那两位到她家里喝茶的 那个年轻的警察 最后看到她写的东西之后 也在那个结论里面 让她签字里面写到说 这位作者实际上是写出了 她是关注名声 是为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呐喊的 认为她并没有做出不当的 那个行为来 但是同时提醒她 不要再也许写这些 所谓的负能量的东西了 那么你说的两位作者 他们是用匿名写作呢 在你们这公共画上发表呢 还是说是用实名 那警察具体是怎么样 发现他们的 你知道吗 这两位都是 他们都是用他们的 就是笔名来发表的 然后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公众号 他们是我们的作者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发了很多文章 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 那我想在国内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在用微信 都是透明人吧 只要有公众号 只要知道你的微信名 都很容易找到你的电话 家人和你的住址 所有的信息 对他们都是透明的 确实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观点 那么对于这个乌依来讲 这个乌依是她的网友网名 我能报其120金 这都是她的网名 具体现在外界知道 这位女孩的真名吗 我自己是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官方 他们一定是知道的 然后我还特别想加一句小案 就是我想用一下我们 就为当刚被核查的 这位作者 她之前写在文章里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不管是对于乌依来讲 还是对于像我们这些作者 以及其他仍然继续为铁链女 和乌依发声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适用的 她写的是 她说勇敢不是不害怕 而是在恐惧之下 仍然能够前行 我想乌依当她去看铁链女的时候 当她把她的 在看守所中的遭遇 记录下来的时候 当她做出她的每一步的时候 她的心中也是一定会有害怕的 但是她没有被恐惧 给屈服 给压倒 她仍然去做了 她认为她当做的事情 她让她的勇气战胜了恐惧 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做了 我想他们这样的选择 在我的心里 也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我在推特上 也看到有一位网友 他3月23号 转发的一个帖子 是说 乌依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也消失了 你们会对我们发声吗 有网友就回复说 会的 一定会的 这位推特网友说 这句话 我在微博上也点过赞 然后又说身边一个朋友 因为关注铁链女 要去喝茶了 她是学法的 完全按法向江苏省 发起了信息公开申请 然后就被人找到 家里和公司 所以就是说明 因为铁链女或者是乌依 去被喝茶的 也不止是您刚才说的 这两例吧 肯定不止 他们不希望 像乌依这样的人得到关注 他们不希望 我们还记得铁链女 他们希望把每个人的嘴都给捂住 我是看到在中国数字时代 这个网站上 也有他们所记载的 网上被删除 屏蔽的这个文章 比如有一篇就是叫 徐州请释放乌依 这显然是为乌依声援的文章 还有的网友在谈到乌依的时候 用五一数字 五一这两个字 看到他这篇文章 全部都写在五一 后来我意识到 那这肯定就是指乌依了 也是又在寻找乌依吗 对 因为乌依这两个字 现在在中国的社媒上 也差不多成了敏感词 出现这两个字的文章 很多都不容易活下去 所以有不少网友 在用谐音来代替 有各种各样的谐音 包括用阿拉伯数字 五一来指代他的 但是不管是用的是 什么字什么词 我们都希望乌依知道 就像当初大家 在微博上承诺他的一样 我们没有忘记他 只是于从事 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难过 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这样整个的眼睛 耳朵和嘴都被捂住的情况下 我们能为乌依做什么呢 那无疑是一个 如果你读过他之前记录的 他在看手所里面的 那些文字的话 他是一个特别充满生命力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希望他的生命力 也仍然能够帮助他 读过这一次劫难 希望他仍然能够平安地 回到我们的视线之中 听众朋友 中国一位叫乌依的网友 一位声援铁链女 三月初再次在徐州被拘捕 刚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一位匿名听众 为大家介绍了中国社媒上 关注乌依的文章被删 作者受到来自警方压力的情况 在遭到中国封建的美国推特网上 也有一些华人网友 数着乌依失踪的日子 呼吁徐州警方释放乌依 好的 这次网络不易节目 时间15分钟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网上 在社媒上转发我们的节目链接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感谢各位收听这次网络不易节目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